好 再來看到的是現在這個驚嚇大橋 到底它是一個政治問題 還是應該把它回歸到金門人的民生問題 這個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用民眾黨黨主席的身份來開始跑選舉 好 全台動起來 他說要到處傾聽民意 結果來到金門之後呢 他聽了當地人的講話 他就認為也許驚嚇大橋可以是一個構想 但是呢 此話一出陸委會批評 這柯文哲荒謬甚至是無知 好 這兩句話呢 徹底的觸動他的底線了 而他就講了 說2015年民進黨的金門候選人陳昌娇和蔡英文 那個時候他們共同政見不就是評估 新建金夏大橋嗎 所以他們嘲諷的是 難道這就叫做綠能你不能 柯文哲抛出新建金夏大橋 陸委會立刻跳出來 同批這說法是無知荒謬 直路為馬很可笑 但是這是一巴掌打臉小鷹嗎 因為2015年民進黨金門候選人 在選舉公報上挑明說 和蔡英文的共同政見就是一年內 評估新建金夏大橋以及金夏捷運 並全面加值消三通 同一座橋為何柯文哲提出來要被罵 無知荒謬 陸委會這個回應非常非常好 他在告訴我們蔡英文總統就是無知 就是無恥 提案還經過民進黨的全國代表 還會通過 怎麼會今天跨時空來打臉自己呢 這又是典型的綠人女婦人 開的支票拍的胸部 然後現在柯文哲講這個話 就變成大逆不道了 蓋一座橋我們就會失守了 那小三通是誰開放的 不就是你蔡英文嗎 藍軍鴻南道柯文哲提就是無知 你小英選總統提金夏大橋就是好棒棒嗎 但到底金夏大橋對金門有什麼實質利益 帶來物流以及觀光女流的發展 是有實際的經濟效益的 金門人都贊成金門跟夏本要蓋這個大橋 祥安機場2025年就要開始啟用 那讓金門人以後要出國 不必到台灣來轉飛機 但是民進黨用反裝的思維 說這是特洛伊的木馬圖稱 這個當然是荒謬 而且是欺騙所有的老百姓 當初蔡總統的公開政見 不過換個人來提就變成穿床毒藥 民進黨白紙黑字的歷史記錄 不知道陸委會有沒有看到 記者綜合報導 好那再要來看到的是 現在大家都在問了 這金門大橋 金夏大橋 金門大橋已經要落成了 金夏大橋 金夏大橋他現在到底是政治問題 民生問題 我們剛剛就討論到 其實金門人他們的想法是 如果他們跟夏門之間 有一個金夏大橋不用再搭船的話 那其實對於他們的生活圈來講 他們跟夏門比較近 也許是比較方便的 好 另一件事情則是民眾黨 民眾黨這一位 立委蔡壁如他就來講了 其實現在讓金門前線的駐軍 只剩下兩千人的 基本是民進黨的政策 所以他就想問了 那如果當初你們這樣子的一個政策推出 那現在何不就不要再去扯政治問題 讓他能夠徹底的來解決 金門人的民生需求 好 我們剛剛講到了吃的食材 現在這個食材說在台灣算是盛產了 好 原因就是因為先前我們的漁民 很多人養了石斑魚 好 養成東養石斑魚 現在呢 結果就被發現了 大陸在禁止我們出口之後 現在這些石斑魚變成了蔡政府在推動 全民吃愛心魚運動 好 昨天呢就連蘇貞昌行政院長 好 我們農委會主委陳其重 通通都到超市來促銷 但是對於基層來說 他們是怎麼樣看這件事情的 業界就質疑了 說這4億的補助呢 是救急救窮 但問題有解決根本的事件嗎 好 他們覺得現在與其拿錢補助 不如做好規劃跟措施 幫忙產業升級轉型 而農委會還有魚燕署則講咯 他們會再跟產業界好好溝通討論 看看未來策略上 商務上 如何來定出最佳我們的方向 好 可問題是呢 昨天蘇貞昌在賣魚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火氣的 因為呢他譴責大陸 蠻恨禁止台灣石斑魚 違反國際規定 至於台灣方面禁止了人家對岸 830項的農產品 農委會主委成績中獎 這個部分歡迎他來協商 但一切都要有來有往 對我們的報告不能以讀不回 我們看到中國非常滿恨的突然的違背 國際貿易的慣例 說其中有不合格 我們檢驗完全合格 希望中國要用科學證據 大家依據國際貿易慣例來作業才是道理 為了讓石斑魚出口到對岸 那造成了這些所謂的掛牌也好 或者是黑護也好 那這個部分針對全國將近兩萬公噸的石斑 那一千多戶的這樣的一個養殖戶 我們會重新的建立我們更好的生產管理 讓所有石斑的生產不只維持品質 那所有的用藥安全都絕對可以達到百分之百 那這個830項農產品 我想在國內是有共識 那不管哪個政黨 他們當然都希望我們可以用830項的這個農產品 持續的保護台灣的農業 那當然如果雙方的貿易 如果有持續的這個爭議 WTO也是一個平台 同樣的道理 我們也希望中國可以正式回應我方 尤其是我們已經把11場的石斑魚的 養殖場的檢測報告 科學根據提供給兩岸的動物檢疫的平台 那希望他不要只有以毒不回 好 講到了陳其重 其實在昨天呢 大家也聽到了這麼一句話 覺得說哇 這會不會有點說得太滿 因為他曾經誇口說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像台灣的農業生產這麼穩定 結果昨天呢 在出席活動的時候又講 全世界農業技術 台灣最好 品質安全控管 台灣最好 可是專家角色聽到就想問了 要是農業技術品質控管 我們通通最好的話 到底為什麼我們外銷會常常有問題 而他們也直言 說如果啦 台灣的農業領導者 主政者認為自己就是世界第一的話 那麼有可能就是台灣農業的危機了 好 年底的選戰 現在該怎麼打呢 在新竹市這一站 國民黨已經提出自己的人選了 而至於民眾黨的部分 呼聲比較高的高鴻安 現在還是沒有明確表態 高鴻安昨天講法是說 如何讓新竹持續繁榮 讓市民幸福才是他們關心的事 而蔡壁爐直言 高鴻安仍舊是他跟柯文哲心中最佳女主角 明明都知道黨中央心中已經有主義人選 面對張亞中禮貌性敗會 大家很客氣 但人人都尷尬 就這麼剛好 在張亞中 敗會高雄市議長之前 選策會成員立委傅昆奇 在臉書貼出來 國民黨的第二份民調 前三名是前衛生署長楊智良 智庫執行長柯智恩 以及李四川 就是沒有張亞中 那今天我原來跟高雄市民 可能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姻緣 但是也許有一些其他的人 他們切入了 他們讓這個姻緣斷掉了 那我當然說成非常的遺憾 還說有人刻意破壞 炮口百名對準黨中央 兩座派出辦公室主任何啟勝 就是要不到那份傳說中的民調 又重演了桃園市長張善正 出場滑一郊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雖然國民黨內的民調之亂 還沒結束 可是大家都心裡有數 徵召柯智恩參選高雄 已經決定了 而且下週就提名 民眾黨更釋出善意 不會退出自己的參選人 更大讚柯智恩形象清新 論述能力強 這一期話讓藍白河有了更清晰的圖像 很多甚至年輕民進黨的人的地方 投人都會都對最近的民進黨的執政 都在搖頭非常的失望 我相信大家都不期待 將民進黨繼續執政 難道要讓他繼續執政 然後繼續掏空台灣嗎 民進黨執政敗漆連連 閉案重重的今天 其實高雄市長這一戰 其實是非常有機會為在野的力量 包括國民黨民眾兩戰以內 真正能夠去挑戰民進黨的執政 現在高雄綜合報導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 我們旺旺雪神的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大概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啊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的容量的霧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